今天NBA常规赛结束了一场焦点战 篮网在一度落后19分的情况下 客场逆转击败步行者 结束了近期的三连败 此一欧文复出 篮网三巨头本赛季第一次合体出战 最终杜兰特39分8篮板7助攻 哈登18分5篮板6助攻 欧文22分4助攻 他末节砍下10分 其中连续得分直接帮助篮网锁定胜利 纵使步行者的萨伯尼斯轰下30 的三双史蒂芬森单节20分全场30分 但依旧无法阻挡三巨头的篮网 篮网19分逆转凭本赛季球队最大逆转记录 也是本赛季球队客场最大逆转 目前篮网客场14胜三副联盟第一 欧文赛后接受直播连线采访的时候 笑得非常开心 杜兰特也上前来祝贺 两人一起击掌 这一幕令人感慨 比赛结束之后 篮网主帅那时接受采访 他表示 第一攻让欧文来出手是安排好的 这是欢迎归队的礼物 此一欧文确实是篮网第一个出手的 可惜没有投中 首节他三中零 但在第二节找回感觉 那时还表示 我们想控制欧文的时间在30分钟 但这场比赛决定了 需要他打32分钟 很显然欧文也在末节打出了自己的价值 虽然这才是他的赛季第一场比赛 这样比赛结束之后 篮网的连败势头也正式结束 最为关键的是 欧文复出之后的表现有目共睹 首节零分 次节连得8分 第三节得到4分之后末节狂轰10分 关键时刻的上篮依旧相当稳定 表现出色 篮网三巨头合体 他们继续冲击东部第一的位置 也希望那时可以好运 点击